日本韩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个案已突破1万人 204人死亡 当局周四宣布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范围 首相安倍晋三周五表示 世卫组织确实存在问题 疫情获得控制后必须对其进行审查 安倍形容疫情非常严峻 新增患者仍未减少 要求东京和大阪限制人员流动达到80% 再次呼吁民众留在家中 德国卫生部长詹斯斯潘周五表示 中共病毒疫情到今天再次控制住 他还表示 德国每日康复人数多于感染人数 13万确诊病例已有超过8万人康复 德国周五新增523个病例 新增46人死亡 当局表示 平均每名患者可传染的人数低于1人 目前的R0值为0.7 法国是欧洲疫情第三严重国家 累计超过16.5万确诊 17920人死亡 英国再次延长居家令三周 周五累计超过10.3万确诊 13729人死亡 同时英国展开世界上最大规模 中共病毒药物试验 在165家NHS医院招募5000多名患者 西班牙每天检验量达到8万例 累计确诊超过18.4万例 周五新增585人死亡 累计19315人丧生 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的加护病房 持续饱和 马德里一群志愿者 每天早上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 500份新鲜三明治和饮料 印度尼西亚周五新增407起确诊病例 累计5923人感染 东南亚最多 印尼缺乏防疫物资 前线医疗人员的死亡率偏高 新唐记者李梅 田瑞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梅 田瑞综合